欢迎来到回老师说唱歌频道 学唱歌的历程 有的人是一日千里 有的人是日古一族 有的人是原地踏步 还有的是中途放弃 每种结果呢 都有它的原因 说到这个视频的你方便说一下 你现在正处于哪个状态吗 如果你想让自己 学唱歌的历程一日千里 我送你三个忠告 你可以先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 一是方便自己在练唱歌时 随时提醒自己 二是阶段性地拿这个视频来验证一下 我说的这三点到底对不对 首先这第一点 你想要借势随风起 实现一日千里的话 你一定要扎实地 打好唱歌发声的基础 练好基本功 因为唱歌这件事 它不是定的目标 喊喊口号打打鸡血就能完成的 你要学会歌唱的发声状态 才能唱好歌 这是需要学的 你学不会就算把嗓子唱破 也只能是自娱自乐 在外面也只能是很快的乐一下而已 所以在你对歌唱发声认知和能力 还不够的时候 不要老想着唱歌 要先花点时间学习和研究 别人是怎么唱歌的 好声音是怎样发出来的 或者跟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去学习 先拿出一部分精力 放在研究怎样唱好歌这件事情上 先建立一个正确的歌唱意识 再去行动 在你的头脑还没有完全弄明白时 先不要用身体去行动 唱歌既是体力的又是脑力的 一定要先想好才去做 认同的给个双击 这第二点呢 就是不管你想唱哪首歌 不会就去学 学完就去唱 唱完一定要复盘 发现问题再去练 只要你沉下心学进去 扎实去练就没有唱不下来的歌 那只是时间而已 不要天天去抱怨你这不好那不好的 先问问自己 这学练盘 你过去走过几步 有些人连学都不愿意 连这第一步都没迈开 而有些人呢 刚好相反 天天唱这个唱那个 为什么还唱不好呢 就这一点说明 他根本就没扎实去练 更没有不断地去复习和巩固 没错吧 所以以后想唱好歌 只要把唱歌这件事弄明白了 就不要老在那犹豫 你到底行不行 能不能唱 你唱了才知道啊 只要你想唱歌的愿望足够强烈 并且能复习 鼓固 不断坚持 除了极其笨的之外 一般都能行 因为意识力本身 它就是在对的方向上 实现结果的决定因素 学唱歌也是如此 这第三点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早点唱好歌 一切不能给你唱歌带来帮助和成长的诱惑 先都远离 尤其在开始下定决心想学唱歌的时候 那些短时让你有快感的事 最容易培养上眼的情绪 而且会让你越来越无力 越来越失去自我 所以要实现井喷式提升 就要多做看似难 实际正确的事 我是回老师 学唱歌慢慢来会比较快